装修尾声 发现地面和木制品上 滴落的乳胶漆 断桥窗撕掉保护膜之后的胶 窗框和纱窗上的水泥 各种装修保护不到位 五层楼 无一漏网 无从下手 愁眉不展 老房子楼下有个家政公司 以前打过交道 老板说 他们经常做开荒保洁 拍胸脯说 给我派最优秀的团队 一点都不用我操心 给我搞得干干净净 他们是专业的 报价四千一轮 搞两轮 我说你先按小时算 派两个人来搞一天 我先看看效果和做事的手心 约了第二天早上八点到 等到十点 来了个老头 是老板的爹 老头带来个老太婆 倒也不是老板的娘 老板的娘 带着另一帮人去别的地方做事了 然后老太婆擦窗的时候 老头一手拿着铲刀 一手举着电话 一边安排人 安排工具 一边电话里和他老婆吵架 吵完又和擦窗的老太婆吐槽老婆唇 一边电话接单谈单 打了一个多小时才告一段落 挂了电话 他说坐不动了 要吃饭 我老公正好叫外卖 就给他们一起叫了 老太婆吃了饭 掏出个梨 吃完把梨盒扔我阳台上 悄悄跟我说 早上他八点就到了 他就住在隔壁小区 老头坐公交从很远的地方来 不准他先上来 怕我私下找他坐 又问我 老头收我多少钱一小时 我说三十 他说他才给我二十五 他们两个人 从一面落地窗开始坐 用铲刀铲玻璃上融化的胶 铲铝合金形材上面的水泥 和乳胶漆 我说用清洁剂 我买了有 老头说 不需要 铲得掉 我说会铲出划痕 他说这是钢化玻璃 硬得很 我们天天做 不会铲坏的 你相信我们专业 我看他讲了不听 就亲自示范 我喷上清洁剂 擦给他看 我说你看 这样打圈擦 胶会融化的 这种乳胶漆的点点 喷了清洁剂之后 能抠掉的 他说太慢了 他做事就是要出成绩 不能磨客户的时间坑钱 然后只顾自己产 一边说 他给汪涵家里做卫生 人家多满意 还有多少大老板家里 都是他做的 比我家的窗户大多了 擦完主卧 我让他们去擦书房 我听到楼下有人讲话 就下去看一下 发现小区剪纸皮的老太婆 跑到我家里来找纸皮 这个老太婆前几天 我进家具的时候 她就来剪纸皮 我说我还要的 过几天 等我检查过家具 没问题 纸皮可以扔了 你再来拿 她装作没听见 只顾自己拖着几个大的 就要跑 我就指着她说 你放下 否则我喊物业来了 她气呼呼地扔在路中间 一步三回头地走了 等我转个背 刚把家具送上楼 纸皮也不见了 我也懒得去调监控 追究她了 今天又到我家里来见 还往上爬了三层楼 我说 你这是哪里来的规矩 还进到家里来了 她说我就来问问你家里的这些纸皮 还要不要的 我说我家里的东西都是我要的 就算是我不要的 你也不能进我家里来拿 进门是偷 她说你又没有住进来 我说我东西都搬进来了 我的房子你管我住没住进来 她说我又不要你东西 你住进来了 我就不会进来了 我掏出手机拍她视频 我说我要发到业主群 问问这是谁家的老人 这么没规矩 还进别人家里翻东西 你不给你儿女留点脸面吗 她妈妈咧咧地出去了 我老公还在一旁客客气气地打圆场 说过几天就搞完了再来拿 给她放到地下车库 让我别发 说这些人天天都在车库转悠 得罪了他们你防不住 因为家用电梯小 怕大家具上不来 要在坐栏杆之前 把老房子的家具物品都从楼梯抬上来 重要物品都堆在主卧还没归位 平常虽然有工人来做事 但这间屋子是由指纹所锁掉的 是他们上午擦窗户才开了 我一上午都守着 等我再回楼上去看的时候 老头还在书房擦玻璃 老太婆进了主卧 关着门 正好那几天搬家又搞卫生 我手指起皮识别不出 敲门敲了一分钟才开门 我看她手里拿着钢丝球在擦门 我家房门是平板油漆面的 我说你不要用钢丝球擦 会有划痕 门上只是一点乳胶漆 扣得掉的 她说我做事喜欢快 我不喜欢磨时间 我说你不要用钢丝球擦 她说不要紧的 我们天天都是这么擦 我说会刮花的 她说轻轻擦 不会的 我说我喊你不要用钢丝球 你就不要用 你跟我争什么 然后她收拾工具 去楼下一层了 我查看了一下首饰盒 但是吧 这些小精气 小首饰什么的 我平常也不带 都是以前一时兴起买一点 看到了我知道是我的 不看到我也想不起来缺哪个 但是她刮田里下不避嫌 无凭无据 我也不好冤枉人家 也只好作罢 然后我发现窗户玻璃上 有了七八条划痕 是他们用铲刀铲出来的 我下楼 她关着门 在另一间房里 隔着门我都能听到钢丝球 是以怎样的力度和速度 从哪到哪 我敲开门 生气地说 我跟你说了 不要用钢丝球擦 她说 你放心 不会有印子的 我说窗户玻璃上 已经划出印子了 我老公听到了 就上来问我干什么 是她在用钢丝球擦门吗 门怎么能用钢丝球擦 我怕她一个大男人 对这个老太婆 吼起来难看 就跟她说没事没事 她就去守着别的工人做事了 我站在旁边 板着脸 看着老太婆 老太婆就去找老头 说她要回去给孙子做饭了 让老头给她结账 老头说 我晚上给你 现在我都还没拿到钱 老太婆说 你又不是没钱 你先结给我 老头说 我没有钱 老太婆说 你不结账我就不走 老头说 你不走就不走好了 我生怕老太婆打滚哭闹起来 好在她没有 她掏出手机 怼到老头眼前 你扫给我 你就给我嘛 给我嘛 我不相信你 你晚上不给我钱呢 你给我我好走 你给我按三十 你不要赚我的钱 你心太黑了 她挡在老头前面 磨叽了一刻钟 老头把钱给了她 老太婆收拾东西 招呼都没给我打就走了 老头说 老太婆偷走了我一个铲刀 和她的一瓶威猛先生 说这些搞卫生的 十个有九个偷东西 她的这些工具丢了无数 说让我去检查一下 还少了什么东西没 这一团乱麻的 我哪里能想起少了什么 但我觉得可能也不至于 或许只是老头 怕我以后 私下找那个老太婆接单 跳过她 所以跟我说 他们都偷东西 只有她可靠 老头说她也要回去了 算了下账 两个人 十点来的 一个四点走的 一个六点走的 一共十四个小时 擦了三个窗户 六扇门 一起四百二 老头问我能不能送她回家 我说我们反方向 我去西边 你去东边 他说你也可以绕一下送我 我说我赶着要去接小孩了 我说你看这些铝合金 形材上的水泥和乳胶漆 都没有擦干净 老头说我们是搞粗卫生的 不是搞精卫生的 我们不搞精卫生 邻居来串门参观 说起当初他家开荒宝节 家正来干了半天 刮花玻璃 讲还讲不听 他就让他们走了 后来自己慢慢搞的 送走了邻居 等门上的水干了之后 我打开手电筒 罩了一下门背后 全是划痕 每一道都能还原出一个愤怒的摩擦 它又圆 它又大 我想了一下 六扇门 差不多三万 一扇刮花的断桥玻璃 一万多 他们干了一天 两个人分四百二 不及百分之一的价格 我扣下这些能惩罚到他们吗 能 能补偿到我吗 不能 那就是除了扯皮 我不能得到任何好处 我拿起手机 给老头转账 辛苦你们了 谢谢 然后 我让老公看那些划痕 他生气的说 你当场就要吼他呀 拿出你吼我的气势来杀住他 让他滚呢 我说你怎么不吼进来捡纸皮的老太婆呢 然后 我们都沉默了 你还没给的 别人 他爸 他没给你 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